熱浪來襲 南歐多國野火不斷 而葡萄牙與西班牙 過去一週 高溫已經造成 超過了千人死亡 科學家就示警 氣候變遷 正對每個人的生活造成影響 加太隆尼亞數百名消防員奮力打火 四百公頃土地正在燃燒 回落馬拉港上空可見濃煙上窜 當地居民也因火勢迅速蔓延而撤離 十七號當天 西班牙全國各地 超過三十起森林野火 其中許多火場位於崎嶇的丘陵地帶 滅火困難度不小 當局表示 今年第二波熱浪使得許多地區 高溫維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上 也因春季異常 乾燥 炎熱 使得土壤乾枯 歐洲部分地區火災季節均比往年早發 路透社報導指出 西班牙最近幾天高溫 來到四十五點七度 且跟葡萄牙都因最近一周的熱浪 已超過一千人不幸允命 衛生部十六號表示 過去一周已有六百五十九人 因熱浪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十四號當天熱死人數衝上最高 中部城市維塞烏高溫四十七度 葡萄牙中部及北部發生約十多起火災 靠近北部的城市查維斯火勢最大 當局已部署約一千名消防員應對 在法國西南部吉倫特野火 已經蔓延超過一點一萬公頃 超過一點四萬人被撤離 當局出動超過一千兩百名消防員 試圖控制火勢 政府對數個地區發布最高級別的紅色警戒 要求民眾保持高度警覺 而在意大利近日也發生數起小型火災 氣象預報員表示 未來幾天部分地區氣溫 將超過攝氏四十度 路透社報導 今年六月國際期刊環境研究氣候 刊登一篇新研究指出 回顧極端高溫暴雨乾旱野火 熱帶氣旋五種不同的極端天氣災害 可歸因於氣候變遷 而氣候變遷使全球出現極端高溫的頻率 與強度都增加 直接造成數萬人死亡 公視新聞黃苑林編譯